繼續來看台中東區的發展 又進一大步 為了學生路跟台地路口的 台地區航灣大樓 經過十二年的交通協調 市政府總算是跟二十四號的所有官員 台信共信 全部都同意來徵修 這樣就能把大樓拆掉 跟台地路打通 台中區車頭的前後 就能來收接 交通競到日本 台中市東區 有這棟大地區學院大樓 經常要拆掉 打通台地路 未來就可以連同台中開車站 讓整站 後天的交通 還要再有造改 台中市中路樹園 強調市府農六十二年 過程中發生過 很多強烈的燈爭控儀活動 路樹園還可以順利得到同意 是因為市府站在所有官員的 立場去市口 離車增加 增收預算 完成百年四億 後來又再增加三點三億的預算 總共是七點三億 只要這棟大樓 總共二十四號的所有官員 達成強制 不用採取強迫拆除徵收的方式 而是全數架構 協議架構的方式 和平的方式發成協議 讓他們願意來拆遷 貼圖工程 就要等到國立村職過後 一空九年二月到五月期間進行 所以在進行道路工程 有限一空九年八月 將台地樓打通完比通車